不知道大家以前看过这样一个故事没有 这个女孩她叫陈怡 然后她 她是某个大学的高材生 然后她在大学里面认识了一个黑人 她的前半生过得一帆风顺 父母疼爱 考了一个很好的学校 然后 后来在大学里面她结识了她的 一个结识了一个黑人 然后那个黑人 就说自己很 就花言巧语 然后 就让陈怡也心动了 然后就和她在一起了 在一起 那个男的说她是什么非洲的什么酋长 然后 把那个女孩就带到了非洲去 结果那个 那个男的家里面有两个黑人老婆 还有几个孩子 当时那个陈怡也怀孕了 生了小孩了 那个男的把她的护照 还有钱全部没收了 然后 这女孩没有办法回不来 后来遇到一个中国的有个人 她通知了大使馆 然后大使馆也通知了她父母 她父母 过去看到她女儿很悲惨的样子 就是被两个黑人女 黑黑黑人女人殴打 反正日子过得很凄惨 她父母就想将她带回国 但是因为她已经入了非洲的那边的国籍 然后没有办法就带不回去 然后 后面就是这个 她的父亲因为女儿这件事情 患上了抑郁症 然后自杀了 然后 这个故事 我想说的是 就是 有时候一个人 前半生太顺了 不是什么好事 就像我 我前半生也很顺利 以至于我 的后半生我感觉很 不是说很悲惨吧 但是 也 我走的这条路 也是比 大多数人走的 都艰苦 像我 现在的 主管姐姐 她虽然说 她是晚婚 她 她29岁 她才 相亲认识 她现在的老公 然后结婚 但是过得很幸福 我也不算早婚吧 我25岁结婚 26岁生小孩 28岁离婚 有时候 对于女人来说 婚姻真的 选择一段好的婚姻的话 人生这后半辈子 真的太好过了 如果选择上了一段 差的婚姻 是真的会丢半条命的那种 我现在 已经快过去一年了 现在那件事已经过去一年多了 然后 我在这一年多 深受思绵的折磨 我也想成为一个积极阳光乐观的女孩 很正能量的 我希望带给大家的是 让大家看到我好的一面 但是 我现在的状态是 我找不到能说话 现在闺蜜 她们都已经成家了 你不好 把自己这些伤心思 或者是什么难过的事情 给她们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